哎 哎哎好奇怪啊 這邊的我現在看一下這裡有什麼東西 但是不放該有很多東西才對為什麼只有一個 兩個 三個我剛好厲害我是怎麼變出這麼多的 這不能按的為什麼這是不是一個三角形嗎三角形的意思不是就是有長的東西嗎 好吧算了 那是這樣子吧 那我反正我就是做了一個 奇怪 這有這麼多個 OK好管大家隨便 這邊的做一個燈光light directional light directional light他就是平行的光源了所以這個光源就是 比較像是模擬陽光之類的 他可以當主光源 那大概就是比較類似陽光的效果 因為他是從很遠的地方過來 所以光線的方向幾乎都是平行 那我們這邊呢就開 IPR 我現在是阿諾 阿諾算得出來 我現在開software好了 因為這其實用software算就好了 然後這個IPR再按一次好了 你看 剛剛那個Shadow根本是假的 CtrlA叫做AttributeEdit directional light其實沒有什麼猜數可以調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光線的顏色 OK 還有什麼呢 有Shadow Shadow分兩種 一個是DevMapShadow 然後你可以發現 它又出不來了 Mile的IPR常常都會出問題 所以很正常 就是發現出問題了 就趕快再重新IPR一次 那這個是影子的解析度 所以如果調到64 你可以看到 認真 等下 16 根本就不准 這軟體真的有爛 你看 16應該是長這樣子 我現在調成1024 算了 我乾脆自己算好了 這個IPR好爛 有沒有看到 就是影子的解析度不同 這是解析度的意思 然後呢 你希望影子能夠做蘑菇的話 要做Filter Size的調整 來個10好了 好 那這種影子 其實它是 好處是 速度很快 可是它的缺點 就是不准 怎麼個不准呢 其實影子應該 離物件越近的地方越深 越遠的地方越淡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個地方 深淺跟這邊根本是差不多 一開始知道是假的 所以 這種影子其實 它的模糊其實也很假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邊緣 統一模糊 真正的影子應該是 影子離物件越遠 它糊的越多 離物件越近 糊的越少 所以這種影子就是 勉強用用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好用的是 這個 Rate Traced Shadow Rate Traced Shadow打勾以後呢 Death Map Shadow就會被關掉 它分兩種影子 Death Map Shadow 跟Rate Traced Shadow 那 Rate Traced Shadow呢 是 必須要開光機追蹤的 它的算出來是准的 所以算圖設定裡面呢 你要打開來 然後做什麼設定呢 我現在是用 Software 所以在Software裡面去找 它的Quality 是Rate Tracing Quality 第一個必須要選 有Rate Tracing 所以你會看到影子跑出來 第二個呢 是 我希望影子有模糊的效果 這邊呢 在Rate Traced Shadow裡面呢 一定會有一個 比如說是Light Angle 或者是別的參數 反正就是控制影子模糊的程度 你測試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我們這邊呢 現在設了它Light Angle 是10好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給它 來一個 有沒有 它開始影子有模糊的效果 可是它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開始出現 所謂的雜訊 Noise 所以我們在Shadow Rate 這個地方呢 設定它是30左右 這個數值呢 大概都是要自己 邊調邊測 其實重點是它的 算圖時間必須要合理 像現在這個就不合理 因為場景裡面這麼單純 它算這麼久 其實就不對 所以算了8秒 其實是 是代表這個參數設的 就有問題 其實像你們在做壁製 跟專題的時候 如果說搞到那個 一張圖要算一個小時 其實就是你設定的問題 因為學校作業不值得 算那麼久 我跟你講 一點都不值得 好這邊呢 你看這個是Shadow Rate 這個算出來1秒 這OK啊 其實基本上 就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記得就是 Retress Shadow 跟Dead Map Shadow 第一個 Dead Map Shadow 速度快 但不準 而且它不支援透明貼圖 所謂的透明貼圖 就是說有一些那個 葉子呢 它只是長方形 結果它看起來是葉子的形狀 因為它有透明貼圖 那個就是 Dead Map Shadow 不支援的 Retress Shadow 支援 所以你如果物件有透明貼圖 你就一定要用Retress Shadow OK 然後 Dead Map Shadow 不是這個 這個Directional Light 基本上 那調大調小 其實無所謂啦 那它也沒什麼參數啊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很單純 方向性光源啊 然後 Emit Diffuse Back Elluminate by Default 這上次都有講過 不過有一件事比較有趣的是 你可能不知道 燈光隨時可以改啊 這邊我隨時都可以改成別種燈光 這個你可以玩玩看 就是它其實可以隨時做更改的 好這是Directional Light 那你們 先試一下吧 這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試試看這兩種燈光 一定要記得啊 兩種燈光的 有一個差別 就是在 散途設定裡面 一個要勾Retracing 另外一個不勾也沒關係 好 畫面還給你 那等一下呢 請你去找一個 人頭的模型 因為我們要講三連打光 釘打花 酪酪汁 炒泡